如果没有了后应平台 司机的运费真的会涨吗 如果你也在关注这个话题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 特别是最后一点的一个总结 因为有很多人都在抱怨了 哎呀为什么现在的印价这么低啊 要不是因为这些后应平台是吧 把价格定的这么低 怎么可能出现价格这么低呢 那我告诉你 运费低还真的不全都是因为平台的出现 而导致价格低的 我这么说你还先别着急喷我 你先听我讲完看我说的对不对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现在的货车司机太多了 换句话说就是 现在的货运市场已经饱和了 在这么饱和的情况下 每天还是有不胜其数的司机 选择了加入货运这个行业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市场 它的运费能够涨得上去吗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么多新手司机 在当前货运市场这么饱和的情况下 他们还是选择拿几万十几万 甚至二十几万去买一辆车加入这个货运行业呢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大部分兄弟加入都是因为这两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看到很多博主拍视频之后 觉得人家做得不错 自己心里也痒痒了 最后扛不住买车加入的 然后第二点可能是各大货运平台的宣传 就比如说是吧 有些平台宣传在家就能等担 是吧 不用趴火什么什么的 让很多人觉得 现在原来干货运还可以这么简单 那这个时候就由卖方市场 转化为买方市场了 因为货主他就相当于过来买货的 那我们司机就相当于一个卖货的 像之前是吧 一个东西只有五个人卖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他卖的很贵 现在突然变成一百个人去卖了 一千个人去卖了 而且他买的人可能就还是原来那批人过来买 你跟我说这个时候你的价格呢 还能卖得出租前的价格吗 那问题又来了 如果你想加入后运行业的话 你是不是首先得有一辆车呢 那这辆车现在80%的人都是怎么买这个车的呢 分期付款 如果我不够全款的钱 那我是不是可以三成首付去买一辆车呢 如果我连三成首付都拿不出来 那我是不是可以零首付买车呢 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现在货运的门槛这么低了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现在买车的门槛太低了 我有钱我可以全款 我有一点钱我可以付三成首付 我一点钱都没有我可以零首付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到了市场饱和的情况下 还有这么多司机还敢大胆的投入进来 因为他们前期的成本太低了 一旦一个行业它的门槛降低了 甚至说没有门槛的情况下 那这个行业离它的辉煌时刻也就越来越远了 离衰败也就越来越近了 所以说现在运费低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市场过于饱和 那接下来整个货运市场可能未来一年到两年之内 会淘汰一大部分的司机 那这一大部分的司机可能就是那一批零首付买车的那些司机了 为什么说淘汰了这一批零首付买车的司机之后 运费才有可能会上涨呢 因为他们身上兼着高额的车弹以及高额的利息 哪怕他这个运费再低 他们必须得跑 不跑他们车可能都保不住了 所以说你觉得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把他们这批司机淘汰了 运费有可能涨上去吗 这就是我觉得现在为什么运费这么低的主要原因 同意我说的点赞 不同意的咱们评论区见